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些遊戲的東西 大家知不知道最近達哥 搞了一個綜藝節目 叫達人道 其實主要是推廣Shoot Fighter 6 即是街頭霸王六的遊戲 這個遊戲是類似有一班老師傅 找一些新手或不同的分數的人 分成兩隊, 即是類似紅白的作為一個比拼 他的目的當然有幾個 第一個是推廣街頭霸王的遊戲 因為現在的遊戲市場越來越小 由於入門難度比較高 很多人都覺得上手要花時間, 成本太大 先有人會接觸這類遊戲 加上當時手機遊戲聖行 很多人都貪方便貪快, 不會再花大量時間 即是由一百小時甚至過千小時去玩 所以格鬥遊戲其實逐漸適美 所以這個達哥想推廣這件事 這個達人道很明顯是參考了台灣一個節目 叫做人鬼司徒 也是這個達哥早前有份參與作為徒弟 這個人鬼司徒因為有達哥的參與 令到很多香港的觀眾也有看過這個節目 從而在香港當時已經帶起一個小熱潮 但很多人都因為看了達哥的人鬼司徒 就說入坑街坊 始終在香港來說 資源不夠 雖然人鬼司徒台灣也是一個大天神自己自知搞出來的 但他搞了幾季之後有升有息 也有少量的贊助 但相對來說香港要搞這類的東西 極度困難的 要找贊助那些 豬多祭爪等等 加上這個遊戲在香港 雖然街坊是格鬥遊戲的頂樑 但你說在這個遊戲市場來說算不算好 其實在香港來說就不算 所以可能是第一屆來說 未有一個成績之前都很難找到贊助 加上另一個要考慮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找贊助 可能會開始有些限制 有些問題會發生 可能贊助商會要求你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就第一季來說 這個達人道暫時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贊助 純粹是達哥自己去搞和找了 拍膊頭找了幾個 香港的世界級的 級別的選手去做一個師傅 首先我們說一下去找了哪個嘉賓 雖然人鬼司徒有四隊 而每隊都有四個徒體 但是說實際上 其實在香港這個地方要找到有人打街霸 而且是KOL或異常 即是起碼要有人認識才行 你沒理由隨便找兩個路人 所以這方面選擇已經有困難了 所以最後達哥就找了兩個 幾乎是空白的一張白紙的一個藝人 因為其實你無可厚非 你始終要找一些 有人認識的人才可以製造到一個話題 以及令到一些人想看 他就分別找了 Alma 郭爾君 以及 Hannah 陳漢娜 這兩個人 可能就這樣說的名字 你也未必認識 真的未必聽過 但其實我先介紹一下 郭爾君其實他是一個葡萄牙的 葡籍的一個澳門人 嚴格來說 我上維基看他的葡籍 他在香港也有 總之你當他是一個澳門人才說吧 他的身份其實是一個演員 他有做很多舞台劇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對他的印象最深刻 你應該就是他做這個 林家堅的前度MV的女主角 下一位前度的那個 我一看他就是一個MV女主角 你看回郭爾君 他過往的表演 你都會以為他是一個 類似文青系的少女 他很有氣質 但你小想不到他上到達人道的時候 他表現跟一個脫兔野馬差不多 完全是放飛自我 程度是在公開場合來說很小結 你想要印證那兩件事 第一 這傢伙是嚴重中二病 是傻的 第二 他的演技真的很好 因為他鏡頭前 他出演的作品和他真人 完全是兩個樣子 如果你看達人道都知道 他在街霸的經驗 是近乎零 他應該真的完全是一個新手 甚至是搓招招 那些都不懂 但聽回他的談吐 他應該是有接觸很多動漫類的東西 特別是火影忍者 相信他 加上他應該有玩高達 聽他說 我相信他對遊戲 雖然對街霸的認識是零 但對遊戲未去到零 因為他本身有打開機 有很多攻防的基本概念 其實他都應該會有 第二位 就是Hannah 陳漢娜 Hannah sorry 她的日文發音應該是Hannah Hannah 陳漢娜 其實他的身份也是一個演員 可能你也未必認得他 他除了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日系的美女之外 他參演過幾部作品 我再說說 原來他 第一部是殺破狼 殺破狼的貪狼 這部是古天駱的主角 他就是做古天駱的女兒 不過他的角色也挺可憐 他就說和兒子去了泰國旅行 即是私奔 結果就嚇死他鄉 他只是在這個回憶中會出現 但當時的氣質這麼漂亮 都已經吸引了很多人去留意這個少女 亦都憑殺破狼提名金像獎的最佳新演員 另外其實他也參與了不少電影 其中例如上年那套4C死蝕44 他也有份組 他也是一個出色的演員 樣子也挺一體 他接觸 即以我觀察 即他自己說 他說他打街霸的經驗也是0 但你看他的吸收能力也算快 於是第一屆就只找了兩個嘉賓 去做這個學徒 所謂我們這樣說 就會做一個對抗賽 其實這些當作玩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他不是太正式地計分 基本上誰勝誰富 也不會有什麼高額的獎金 這件事就算是人鬼師徒 因為人鬼獎金也是一般的 純粹是自在參與 對於嘉賓來說 這個也是他們不錯的暴光機會 當然香港來說 對於他們兩個來說 算不算是一個曝光機會呢 可能就會幫他們打入了遊戲界的群體 因為達哥始終在香港遊戲界 我所說他是第一 應該都沒有人有意義 因為數據上是這樣顯示 他們參加了這個大人道 相信對他們的知名度有少少提升 最起碼擴闊了觀眾群 可能下次見到 原來葛爾君有份做這套 他有份做 看看 一定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當然 其實你說他們 是不是真的為了這件事 不是 很明顯是拍膊 達哥本身也算是半個演員 所以就認識了葛爾君 想不到葛爾君很興奮 想不到葛爾君很興奮 說好啊好啊 然後 再找他的朋友 Hana Hana 也是葛爾君的朋友 於是 於是 找了這兩個人 做這個嘉賓 以第一屆的測試性質來說 這兩位嘉賓都算是一定的叫助力 而且他的表現都非常好 不是說他打遊戲 而是說他的中藝 特別是葛爾君 葛爾君 可能他會有少少的失控 但是 一開始我就覺得 這女兒很嚴重 我怕他會亂說話 就這樣看 加上 因為 Elma很危險 因為他一個不小心 就會變得太囂張 例如他贏了人會會串串串串串串 或者是 經常不聽師傅說 但是 幸好達哥和其他師傅都可以控制到那樣東西 令到葛爾君沒有去到失控邊緣 剛剛好維持在一個 跳脫得來也不是太離譜 很多觀眾都受落 而且大部份 達人道都是由他去帶動了這個氣氛 相對 陳漢娜 Hana 就比較靜一點 你見他比較文靜 好像怕怕醜醜 可能被幾個馬一佬圍著 很害怕 就比較少出聲 但是 沒有辦法憑著他 甜美的外形 都應該吸納了一班不少的粉絲 加上他也做了很多可愛的動作 被人盡了出來 所以 兩個都各有千抽 然後 找了四個師傅 所謂的 在香港來說都應該是 很有重量級的 首先由這個世界冠軍 是 這個 Chris Vaughan 拿過冠軍 很有大賽經驗 應該也是香港的頂流 另外也是香港的頂流 就是這個HOTDOG29 剛剛在法國的大賽 拿到第五位 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成績 這兩位都是香港的職業電競選手 另外有兩個助教 分別就是半退休 Dennis Dennis 之前加倍4、加倍5 都應該有參加很多大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移居到日本 因為我看他好像是 長期好像 好像 他對日本很厲害 然後 他也是 對日本很熟 他跟日本的選手都熟 你看到他早前跟TOKIDO 一起拍《坦仔》 即是《坦仔》三歌 他的日文非常流利 實力方面都不容置疑 不過可能他現在是半退休狀態 很少參加比賽 所以相對會比較悠閒 另外第四位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香港教練西沙盧士 西沙自己本身是一個直播主 他也是開台打《街霸》 他也是以製作多條教學的影片而聞名 相對前面那幾位 其實如果你說對一般人的幫助比較大 其實應該是西沙的 因為他的影片是切切實實 是幫到不少新手的《街霸》 在推廣街霸方面 也有出了不少力 當然前面幾位師傅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人 特別是Chris Vaughn 有設直播 他都很盡力去解答的一些問題 例如問他為你起床 應該怎樣防守 用哪個方法會好些 他都很盡力去解答 也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加上他們的實力也不容置疑 所以這兩位Alma和Hannah 在四位師傅的教導之下 短短在兩三個星期 已經打出一個不錯的成績 這件事也反映了《街霸6》 不是大家想像中一種難入手的遊戲 就算是一個新手 當然他們有這些傳說師傅教導 但實在沒有 現在這個網上資源這麼發達的互聯網 大家上網看影片去看人打 其實都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這裏想推廣《街霸6》 連我這些四字頭的叔叔 都算是上到Master 我做到你都做到的 希望大家會留意一下這遊戲 接下來9月24日 這又不是賣廣告 因為CAPCON是不會找香港賣廣告的 如果想知道的話我們下次再說 純粹是個人喜歡的遊戲 接下來9月24日就會出Terry 這個Terry 不要說回歸 這個加入令到很多人都 有興趣入派 因為很多拳王那邊的粉絲都會 Terry去了街霸6 很多人都會去玩一下 大家如果喜歡Terry 可以留意一下9月24日 到時我都會和大家直播玩一下 還有大家要留意一下達人道 接下來應該 因為他未出Schedule 我不知道 可能星期四或星期五 達人道就會最後一集 第一季就會完結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個節目 這裡呼喚一下大家 因為大家知道香港有什麼環境 很多地方都設資 很多原本香港有的遊戲公司的分佈 他們都撤退了 過了新加坡了 所以香港真的買少見少 既然達哥這麼有心搞的節目 我們作為觀眾 如果能力許可 你可以給小奇點去贊助 支持一下 如果不課金 其實你去看這個節目 都OK的 或者訂閱一下達哥 都算是支持 我們觀眾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有些贊助商看到 都會希望第二季會成功 可以找多些人 像日本那樣 可能每隊找個VTuber 然後再找三個分數去搞 希望遲些搞到像人鬼 或者日本的獅子白杯 越搞越大 作為街霸玩家 看到都很開心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